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共党魁习近平最近罕见的承认就业危机 中国经济一路下坠 引起一系列问题 有分析说 风暴正在酝酿 党媒求是11月1号发表习近平5月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习近平说 就业工作面临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 稳增长 稳就业的压力始终存在 要把解决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 习近平还要求中共各级政府讲好中国就业故事 中共现在内忧外坏 习近平面对千头万绪的难题 如果不是失业严重到可能威胁到政权 他也不会在政治局专门提到这个话题 时评人士兰述认为 这会引发民间要求推翻中共的浪潮 经济下行的过程中他经济有一个自己的周期 就是说你老百姓兜里还有点钱的话 他还能撑着 他也不是一下子他就会消耗光的 所以说中国的老百姓现在兜里多多少少还有点钱 他在那躺平 什么叫躺平你知道吗 躺平的就是肚子不饿 肚子饿的人会躺平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情你觉得他明天就会出现 毕业于南方某重点大学的李文涛告诉新唐人 历史上很多大帝国的崩溃都是从财政问题开始的 大量失业青年可能会引发一连串社会问题 例如失业后交不起社保养老金 以及导致年轻人不愿生小孩老龄化加剧 而中年人处在下一代失业和老人养老双重压力下 更看不到任何希望 这是连锁反应 会引起整个社会的震动 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引爆火药桶 成为导致中共垮台的导火索 最近国内一篇网文谈到 以前只当笑话的一些小细节 最终会酝酿出历史大风暴 让你再也笑不出 文章谈到很多变化的细节 一是失业率大变 二是封城三年 学生只能上网课 导致这些学生沉溺上网 也不爱读书 人力市场普遍不愿接收疫情般应接生 三是很多律师今年不会再接劳动仲裁案 这显然是官方的要求 显示体制内现在也感觉到不行了 不得不保护民企这个税收来源 担心企业继续裁员 文章最后说 很多细节都显示风暴正在酝酿 不过问题出在经济基础 答案却在上层建筑 其实从十几年前开始就进入了垃圾时间 只是现在几乎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了 长期研究中国的耶鲁大学教授 历史学家文安利 最近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提出 经济是影响中国未来的关键 如果严重下滑 内部动荡和党内镇压都可能加剧 文安利认为 未来只有两个方向 要么经济危机加深 要么中共改变方向 而他不认为习近平会推行经济改革 那么如果危机变得非常严重 这个政权能否生存下去 就是问题 文安利也谈到 假如没有共产党 今日的中国会是什么样 文安利认为 中共常说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但事实不是这样 如果没有中共 中国可能就能避免 20世纪末最重大的一些灾难 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如果国民党在内战中获胜 不会把国家推进如此深重的灾难 国民党在台湾最终放弃专制 走向民主 而中共剥夺了中国人民这样的机会 文安利最后还在谈到台海局势和南海问题时警告 美中冲突会是人类的灾难 要避免美中梦游般走向战争 蓝树认为经济是最重要的因素 如果中国经济崩溃 中共就可能对台湾开战 中共对台海的入侵 这是它的一个最后救命稻草 这个事情 它不可能就一下子就走到那一步 这中间有个过程 这个过程要走多长 现在去说维持太早 所以我们现在只是 就着中共的整个的经济形势去观察 11月1号 人权律师王宇在河北邯郸卫县看守所 被非法拘留9天后获释 因为被关押期间 他一直绝食抗疫 严重脱水 身体极度虚弱 出来时已经无法走路和说话 丈夫包龙军等人紧急把他送医治疗 自由亚洲报道 据包龙军介绍说 在此之前 王宇和江天勇等律师 10月23号上午 到卫县代理刘美香案件 刘美香的丈夫用手机拍照 被特警抢走手机 王宇只是静静地坐在门外等着 突然十几个警察辅警连扯带转 粗暴地把王宇塞进一个铁笼子里 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11月2号说 王宇的案子不是一个独立的案子 非常可悲的是 王宇自己本人作为一个人权律师 已经是完全没有能力 没有空间来保护自己了 特别痛心的就是 他绝食 绝食这种非暴力抗争的行为 只能够对那些有底线的政权和政府才有用 而对于中共是完全没有用的 习近平不会在乎 包龙军介绍说 王宇不服从警方的非法传唤 遭到打击报复 非法拘留了9天 王宇律师对未宪警方执法犯法的行为极为气愤 为抗议不公正的抓捕和拘留所恶劣的待遇才开始绝食 目前经过一天的紧急治疗 王宇已经脱离危险 习近平当局是在2015年的7月9号开始对中国的人权律师 维权律师进行大规模的镇压 一时之间有数百位人权律师被抓 被酷刑 被关押 被判刑等等 因为中国社会本来这样的一个极端专制的一个社会 人权律师的群体本身就很小 习近平这么做 事实上就使得中国的人权受害者 没有了一个通向法律的桥梁 不可能在寻求或者是得到法律对他们的支持 王宇很瘦弱 吐了几口血 据说 未宪拘留所的条件极差 每天的餐时只有一碗米汤 一个馒头 一点咸菜 不提供饮用水 只有自来水 洗澡也只能用冷水 而且是定时供应 王宇本来只是绝食 但因为胃不好 不能喝冷水 要求提供热水 拘留所也不提供 盛雪呼吁国际社会 认清中共的本质 有效地阻止中共对民众的迫害 整个中国的人权迫害 是已经是到了一种泛滥的程度 国际社会管都管不过来了 而且呢 这么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去过问 中国有成千上万的人权迫害的案子 在同时发生 所以说国际社会也没有非常有利的 有效的一些策略 能够及时地去阻止 中共这类的人权迫害 本台记者王倩采访报道 近期传门去世的96岁的前 中共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间接露面了 王岐山已经接替了朱镕基 担任清华精管学院顾问委员会 名誉主席 吕奥学者吕元华说 习近平让过去搞经济比较成功的 朱镕基、王岐山露面 想让大家增加一些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但中共大势已去 不可能再有什么良策去拯救中共了 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官网 10月31号报道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 第25次会议 于10月25号在清华精管学院举行 共有22位委员参加 其中海外和港澳台委员18位 会前 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于25号上午 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会见了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当天晚上 原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以清华精管学院顾问委员会 名誉主席的身份 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会见并宴请了他们 25号下午举行的顾问委员会会议 由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主持 朱镕基委托现任清华大学校长李陆明 转达了对顾问委员和特邀专家的诚挚问候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等发言 表示中国未来发展机遇众多 愿继续扩大对华投资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 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 也参加了本次活动 清华精管学院顾问委员会 成立于2000年10月 由知名企业家 商学院院长 以及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专家组成 学院首任院长 是时任中共总理的朱镕基 也是创办名誉主席 李元华对希望之声说 朱镕基、王岐山的露面 是习近平当局的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 因为他现在嘴上虽然非常硬 但是那样经济数字非常难看 他自己能看到真实的经济状况 他内心想着是东升级将 称霸世界 但是现在处处遇到困难 没有钱 其实新平有这个特点 他可以突然转变他的态度 我想习现在一方面去跟其他的中共权贵 去争夺金融管理权 打击其他的 比如像王岐山的救护等等 但是他这个钱虽然收到了 但是他确实他手下 没有什么管经济太得力的人 能给他解决什么问题 包括这次救市什么都解决不了 那我想他是不是就要在经济上松动一下 过去经济搞得还可以的 像朱镕基啊 王岐山啊等等这些人 就会被拿出来 是想外界释放 就是说我中共啊 也要搞经济了 你们放心 我不是官搞政治 时评人士古纯秋说 朱镕基王岐山以不同方式露面 传达了一个不寻常的信息 就是中国的金融呢 一直在以中基为代表的这些人手里 中基儿子朱镕来是中金公司的总裁 这是中国金融界的顶级的公司 另外这次股庸会起的人呢 像库克啊 苏世民啊 达里欧啊 还有像那俏盘啊 戴马西啊 这些顶级公司的总裁 还有那香港的李嘉诚的儿子 李克开 这帮人代表一种势力 习近平抓紧经济呢 首先是要提振股市 因为中国股市呢 是经济的行业表 这股市起得来起不来 实际上是真正要看 今天出面的这些人 朱镕来啊 中基啊 王岐山他们 中基是用他自己 在中国政坛上 接下来这种威望 为这件事情背书 本台记者王潇采访报道 中共纪检部门近来四处出击 严打各级官员私自阅读 分享政治类禁书 今年截止到10月底 至少有15名中共高阶官员 被中共纪检指控阅读或持有禁书 而2023年遭到类似指控的有8人 观察人士指出 严打官员看禁书 印证了中共内部危机加剧的现状 也有专业人士鼓励中共官员 多看禁书 以开阔眼界 活跃思维 摆脱洗脑 放弃奴性 追求民主和自由 今年被控看禁书的15名中共官员 包括甘肃 重庆 贵州 江西 河南 广东等地 既有经济强省 也有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 覆盖面很广 这些信息显示 中共官员读禁书 已经有了一定的普遍性 据了解 有一半禁书来自境外 有学者介绍 中共官员主要还是看 跟中国有关的海外出版物 一般以历史题材为主 比如中共党史 共产党领导人的个人现况 异文去世 桃色新闻 腐败内幕等等 民主中国阵线理事夏宜凡 11月2号表示 中共领导人害怕官员和普通人通过禁书了解历史 害怕他们藉由跟国外的比较 或者从国外资讯中吸取经验 从而产生对共产党和习近平的反抗 现在中国经济严重下滑 中共的控制力道只会加强 夏宜凡认为 人们看了禁书以后 对当局的不信任会增强 所以 中共严控海外政治类出版物流入中国 也就不难理解了 禁书本身 它对历史是一个倒退的东西 是个倒退的行为 也是中共将灭亡的一个行为 看了以后 立马就会比较 不让你去进行比较 仍然是要控制你的思想 它就是要管 最后 夏宜凡说 能看禁书的官员都是比较清醒的 敢看的 甚至敢买的 说明他们是有勇气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潮禁闻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点赞订阅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